所有成绩哦 我们首先来想象一个情境 假设今天你手上有一份成绩单 然后有一位学号为103的同学 想要麻烦你查询他这次考试的总平均分数 那你会如何查询呢 一般我们都会从表格的最左栏开始寻找他的学号 找到之后再从这一列找出他的总平均分数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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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